酸的 就是液體 就是液體 心是喜歡苦的 皮是喜歡甘的 甘的 肺是喜歡身的 腎是喜歡鹹的 什麼叫做腎 腎是辣的 所以我和你說 現在人就說不吃鹽 一點點鹽都不讓他告訴我 有啊不愛 他是隔鬼佬的 在我們Burlington住 少鹽少油酒味 我就馬上告訴他 麻煩你去照鏡子 你才告訴我 你吃這些東西不愛油不愛鹽 我沒有油水 我看鏡子 你的眼睛已經凸了 還不愛鹽 那個心臟本身是喜歡鹹的 你看看 聽到沒有 但我沒有叫你叫我鹹 少鹽 你記住 要有 我發現一個問題 沒有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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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甜的 金啊 OK 金啊 感謝啊 懂不懂 我打鑊金 好啦 但是當我們的腎 五個內臟出問題的時候 是吃什麼呢 這很重要 好 這裡有什麼 這個呢 寫吧自己 開咒你 這個叫做開咒你 開咒你呢 這個叫做開咒你 即是說你repair那個肝 是用什麼呢 金 那個心呢 那個心呢 是喜歡酸 是用酸 皮呢 是用鹹 身呢 是那個肺呢 有問題的時候 譬如你現在很多男士肺病的 你知道嗎 肺癌的 就是要愛那個的 叫做苦 好 然後呢 那個腎呢 是那個腎 好軟啊 腎 好了 看得到嗎 嘶 不要吵 不要吵 快點快點 看一下 原來你的肝身皮肺腎 說明肝是主筋 你又行不了了 行不行了 你 那你現在是怎樣 甜 所以要愛金的東西 好了 現在我就告訴你 哪些是金 是對肝 哪些是酸的東西 是對心 哪些是對皮 是鹹的 這個特別是最重要這個 苦的 是對肺的 身 是對那個神的 現在多少人洗神 是不是 為什麼要洗神 是不需要 你要死都要死了 好了 這個是皇帝內經裡 所講的 是什麼呢 五谷 為養 有什麼 有 有 五果 為助 五粥 為補益 五菜 為蔥 所以 這一個五谷 的話 放進去煮粥的一定是什麼 就是 糙米了 看到嗎 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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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便是分 合成一個糙米 好了 五果是什麼 糙 任何的糙 紅糙 黑糙 蜜糙 每天三個糙 一生不遜爛 所以為什麼你們每天要吃三個糙 蘇花有沒有人 医照食棗 什么红棗 红棗 黑棗 蜜棗 对肝好 我车上有 红棗 黑棗 蜜棗 三个都要吃齐 每日三个红棗 一生不显老 红棗 我车上有吃红棗 三个好了 别吃那么多 最多吃五个 你要记住 吃这个东西 有双数 有单数 肌为保 偶为舌 肌为保 偶为舌 好了 然后 五 粗是什么 偶 所以吃牛蹄根 牛腩就是这样 好了 然后五菜为葱 本来它是那个叫 Sunflower Green 但是很难吃 Sunflower Green 任何的青菜 任何的青菜 都是对那个 青菜 干的 现在知道没有 知道 那你应该知道对肝是吃什么了 好了 心 本身是 喜欢苦的 但是心脏病不行 心是什么 现在说 血糖高 血糖高 小粒的豆 还没明白 豆 不是吃生抽 最好的 然后 那个 果是什么 就是 那个叫做 Yarly Pear Yarly Pear 就是天津 雪梨 天津雪梨 天津雪梨 所以说 下次你吃鸭汤 你要知道 鸡根本上是燥稠的 鸡是用来煲汤的 不是用来炸的 你炸它 炸鸡 煎鸡 全部都是火上加入 那就死定了 明白 所以你吃鸡是应该正式是煲汤的 因为鸡是熟这个什么 在陆上火的 但是呢 夏天的时候 鸭不是鸭是生了水 所以鸭是用来烧鸭 鸭 鸭 明白了吗 好了 菜是什么 菜 韭菜 韭菜 所以 男是要狗 女是要煲 年煲 男要吃这个 韭菜 好了 然后皮 因为 金是有什么 金是有缓慢的作用 金有缓慢的作用 酸是有修炼的作用 看到吗 修炼 缓慢 让它delay那个problem出来 好了 然后这个咸是最重要的 咸是软化酸性的硬化 这一样重要 所以它五谷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叫做栗子 OK 栗子 五谷是什么 啊 不不不不不 五谷是大豆 大粒的豆 大豆不是黄豆的大豆 大粒的豆是什么 沙粗粉割 这个 草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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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这些全部都是大粒的豆 听到吗 嗯 好了 然后五谷是什么 栗子 就是那个栗子 栗子记住 是果中之王 是对于肾的 你记住 果中之王 果中之王 我叫人家吃栗子 那个男同学 我说四个吃两粒栗子之后 下午吃两粒 生啊 生吃啊 因为生吃是强过脚力 熟食是对脾胃 怎么知道他告诉我 他生吃了两粒子之后 两粒 晚上两粒 他发觉晚上不用去厕所 就是不用煮的 生的 不用煮的 生的 所以很有益 你们记住 想个肾好 多大都吃栗子 告诉你 因为皮好的肾就行 好了 然后 五粗是什么 猪 猪 然后五菜是什么 豆苗 最贵就是豆苗 好了 说明咸 是有 软 化 酸 酸 酸 硬 快 你知道 所有的肿瘤 这个表 预防 预防 预防你有肿瘤 或者已经有肿瘤 全部是软化酸性的硬快 是不是最好 预防有肿瘤 或者你已经有肿瘤 对吗 吃哪一样 吃哪一样 就是皮 就是皮 豆苗 豆苗 你看看 很多民族 我发觉 它说猪是最辣 它不吃的 它就错了 原来中国人其实很良善 软化酸性硬化 如果你过路 是不是 生气都会令你整个身体酸性 就会吃猪了 所以凡是有肿瘤的人 他吃得猪 但是不吃得鸡 哎呀 那天才知道 那人告诉我 肝癌 天天吃鸡 他告诉我 现在扩散到肺了 我说 首先第一件事 是不可以吃鸡 咦 我以为吃鸡最好 天天吃 他说 不怪之扩散 我叫他马上去吃这个 乳清 和灵芝胎盆那些是最重要的 OK 好了 所以你看看 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 在这个 2006年 我刚刚那年回香港 买来医院 叫全香港的人 每天都要吃 番薯 所以你用番薯 是能够软化酸性的硬化 明白吗 嗯 好了 然后 这个肺 这个很重要的 所有的人 用猪 你知道是中国人吗 喜庆的事 生日好 过年过节 永不吃牛 全部是用猪的 明白吗 你们知道 结婚摆走 没有牛的 生日的 没有牛的 Respect他 所以你说多谢牛 多谢猪 那些鸡鸡 那些鸡鸡 你明白吗 好了 然后这个肺呢 是什么呢 肺呢 五谷是什么 是 麦 大麦小麦燕麦 所有的麦都是苦的 苦的 知道吗 好了 大麦小麦橋麦燕麦 黎麦 燕麦去三高 那些鸡鸡 就是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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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那些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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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不是要这样放下去呢 白果 南北口 全部都是兑肺的 然后五畜是羊 原来羊是0.03容易得到癌症 人大概四百多个度 很容易得到 你说几千年的中国皇帝内经竟有这样的记录 好东西吧 然后五菜是大蒜的食品 大蒜的食品 个个都便宜 就是说洋葱 记住 每日凡是对我干的人 因为我自己都很老 又夜睡 又要说话说得多 一定要吃蒜 大蒜食品就是洋葱 所有那些癌症的人 全部缺乏洋葱数 所以记住 几大都日日 他们做些东西全部有洋葱 他们买东西全部有洋葱的 一流 记住了 知道吗 记住有三样东西 一个洋葱 一个洋葱 一个都得一样 无所谓的颜色 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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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的 红色的番茄 和辣椒这三样东西一定要吃 番茄 番茄 叫番茄素 一定要吃 特别是番茄 最近是去年他们测试了 一个美国哈佛 中国的北京 和英国的奥斯福 查了原来没有心脏病 不要有心脏病 不要有癌症 和不要有高血压 是吃一样什么呢 辣椒素 辣椒素 辣椒素不一定要辣 但是一定要吃 那一粒粒的 叫做什么 核 核和中间 核是其次 核是中间那条白色 包住那块 我们砍的 那块要吃 里面的芯 芯 原来辣椒素在那里 辣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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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不辣都不重要 最重要 不一定要辣 他说最少一个星期吃 有辣的 不辣的 就算吃辣椒素 不辣的 就是那个叫做灯笼椒 但是有些灯笼椒都不能吃 那你吃什么 原来就是吃那个洋葱 好的我们就丢掉它 吃吃吃吃吃 我和你总结 五十年以前不吃的东西 现在又吃回回头 Exact 我吃完这些药形了 好了 这个肾是什么呢 五谷是什么呢 小米 熟米 熟米 高粱 全部都便宜 熟米 熟米 熟米呢 第一刮油 第二是去预防我们的 macular disease 即叫做黄斑碟 用computer多 看电视多 全部都会有黄斑碟 熟米会不会电粉质太高呢 不是 是大米 熟米不是电粉质高 你记住 你记住 有一个叫做窝头 窝头是什么呢 一份黄豆粉 四份 熟米粉 一搅起它 用热水 熟了它之后 放了一块 锁个洞 来蒸25分钟 这个叫做窝头 是什么呢 就 没错 什么都不要给 就是啊 我的学生是一个大肥婆 看我吃了它之后 去厕所 2尺 哈哈 哇 即是磋了 即是磋了 吃什么 不明白 人家就不明白 哈哈 不解释的 这些不解释 不是啊 所以 所以你还说 那个fiber 它今天是好东西 你今天做的粉 这个粉是精工制造的 它就有给这个什么呢 我就是欣赏它 它有给 洋葱 粟米 洋葱 这些fiber 因为那些 那些面呢 是这个的塞 对不对 所以你吃的东西 补气 补气 通血通气 清血齐了 不用担心 它就做完了 刚才你说叫做什么 那个什么 什么粉 什么粉 蒸的麦头 叫做窝头 一份 一份 黄豆粉 一份黄豆粉 一份黄豆粉 四份 粟米粉 一比四 你有可能人多 一杯 不放人吃的 是不是 黄豆粉 然后用热水 粟米粉 绿米粉 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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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米粉 所以你说它的fiber 多厉害啊 好了 但是呢 很多人不知道 粟米粉 有的营养 白米粉 白米粉 白米有的营养 粟米是没有 所以很多人呢 只是以为说 不吃白米 只是吃粟米 它皮肤病 所以它们那些要用 那些叫做什么 就给它泡过它 那它就OK了 所以你就一定要配上 这样来吃 就是说 你的粟里面 有大米 有小米 有粟米 也都有 这个 那个叫做 麦的东西 是不是 有个蕃薯 有个黑豆粉 齐了 明白了吗 罐头熟米 那不行 罐头熟米 这个比我 一变的 我用罐头的东西都不吃 但选择 不需要 尽量不要用罐头 有 尽量不要吃罐头 除非你去法律 现在有啊 有熟米买到的 有熟米 有熟米 有 有 一定有 蒸几度 这个熟米 我是买的 非常之好 它是stone ground的 是叫做 Bob's Red Mill 在这个 Food Basic那里有的 那间 brand 是叫做 Bob's Red Mill B.O.B.S. 然后 M.I.L.L. 但是很惨 现在我们Barrington 三年来了 全部 所有的小 米 全部不见了 不买 因为不会吃 因为这个小米 其实是什么 M.I.L.L.E.T. 小米粥 是不是那个小米 小米 黄色的 你们记住 那个东西是很有益的 因为它那个热量是很低 但是它是能够将我们 内分泌的 全部可以差不多平衡 这个 Bot Mills 就是牌子的 粟米 粟米 是干还是新鲜 还是什么 干的 Stone ground Stone ground 很美 我一直都是吃 Stone ground 所以 这个小米 是很重要 但是 因为西人 不懂得吃 所以他的神 全部都不行 前三年 我就叫 里面 Barrington 为什么突然 我走几家都不见 有小米 真的没有人吃 我说你不过去拿回来 因为对过神 好 一点都 no action 没什么用 但是你卖给你一个 他当然不买 没有抹的 我意思是他卖给你一个 他当然不入货 即是说我要去宣传给西人 你明白吗 OK 其实我是很想在西人电台上讲 讲教中国的食尿 让他们长命百岁 有什么搞错 整天都是 一到老的时候 他的脚不碰 走不到 你说是不是 好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 高粱 你看中国人 懂得拿高粱去做酒 是的 高粱走 即是不会弄你那个肾 对吗 那个肝 高粱 你问高粱去哪里找 我们 在这个 哪里有得买了 一个是Besco 一个就是阳光 那个高粱是什么来的 是什么状态 白色的高粱 过来煮粥 红色的高粱 过来浸走 那你应该买白高粱 干的东西 干的东西 我们台湾的金门高粱最有名 金门高粱 台湾的什么高粱 金门 金门 最有名 最有名 哇 那天我喝了三四杯 是吗 我们的总领是 它的高粱酒 不是高粱 高粱酒 变成了酒 不是酒吗 它说的高粱 不是高粱酒 白高粱是什么 是什么 是好像米这样的状态 不是不是 圆灯第一粒 圆灯第一粒 嗯 好像粒白豆 好像粒白豆 红豆 比粒豆大 小一点 小一点 我没有特别看过 红色的高粱 我只知道有高粱酒 红色的高粱 用来泡酒 红色的高粱 好了 好了 这一行 不是 那一行 这一行 这一行 明明吧 是不是有三样东西 让你去选 每一次 还有 再分成月 日历的话 我家用日历 也有月历 日历是什么 一张张丝的 嗯 甲月 两日是干 丙丁 两日是心 八月丙丁 谋己 谋谋谋 谋谋谋 最后一个 呃 成字 好像成字 我知道 这个谋 谋谋 谋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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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个周期回来 十日十日十日一个周期 即是这些日子就是说要吃什么 即是这些日子就是要注意什么 即是告诉你你由这一个pattern 可以再配上刚才所说的五行 对肾肝你可以加上肺和肾 好 反过来我对肾是不是要知道肺和肾 你看看 即是这三项加上 可以用所有的食材加上这三项 明白吗 因为你要记得说 你强肾是要强肺和肺胃入手 那你现在的脾胃就是吃这些东西 肾就吃这些东西 肺就吃这些东西 即是说三项都是对肾的 明白吗 即是如果还没做菜怎么煮出来呢 就是 那你就吃了八板 洋葱 吃了八板 就知道 再加些什么什么 加些葱 所以你吃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问我 喂 我的肾不好吃什么呢 你要知道 原来 原来 强的肾 是要肺和肺胃 但是当肺的时候要强的心 你看一下 好了 强的肺的时候 又强的肝 其实你五脏都要用完 明白吗 是不简单 总之以后买菜就拿这张纸去 就是不用说我今天买洋葱 你这么多东西 但你的问题是你怎么吃 就是 拿了这么多 四十五样东西嘛 尺导呢 总之是多嘛 一天吃的东西 一天吃的东西 七天三四五 吃 我和你说 你要记住 基于是什么呢 种出来的东西 地径 因为肝 譬如我用个肾 肾是煮骨 骨是用什么做的 是用那些mineral的嘛 就是矿物质的嘛 所以矿物质在哪里最多啊 地径的嘛 就是 Tabina 你说的 心 就是你下面那几样东西 是的 心 就吃鸭 就一 煮 一斗东西就这样煮了 是的 煮食 有一堆就吃鸭 谁叫煮食 不是说 你煮食 你的煮食就是谷物 煮食是谷物 你要知道嘛 刚才说了嘛 谷物为羊 羊就是煮食 煮食是谷物的嘛 煮食是谷物的嘛 煮食谷物为羊 对嘛 OK 所以你够了个粥 就全部16种 16种东西放进去 不过 要个小麦来发芽 就重要了 小麦发芽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有那个叫做 Fiber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做 淀粉酵素 所有的人 糖尿病的人 是缺乏淀粉酵素 所以如果他们有吃草米的话 很多人说糖尿病人 不能吃粥 非也 它可以吃这个 草米粥 因为草米里面 有的营养 那些草米的骨 那些什么 是不容易被你吸收 那些血糖 血脂这么快 就是因为那个酵素 不是 那个叫做Fiber 在这里 你没有Fiber 真是很惨的 那些人便 便飙高那些血糖 对吧 所以你吃的东西 慢慢咀嚼 不要吃得这么急 第一件事 多数人 肥的人 多数吃东西很快 所以希望你们吃东西 因为你要说 消化是靠什么 你要消化了 你吃的东西 要消化 消化了之后 才可以吸收 吸收到营养细胞 是不是 但是 你消化是靠什么 酵素 我们的口 消化的是什么 碳水化物 所以是慢慢照 我们的胃 那些消化是什么 消化的那些是打白质 这个 看不到 蛋白质 啊 怪人家很不肥 我吃得快 明白吗 吃得快又不肥 因为这些东西难消化 你的胃要花很多时间 再去消化它 消化不了 白吃了 所以 所以 由这里 我们三十 由这里的口 到这个胃 这里 这里有多少尺 最多是两尺 对吧 但是在肠里 小肠21尺 大肠 9尺 其实就是什么 5到7米 那么长 5到7米 一个成人 5到7米 那么长 你这些东西没有水分 没有油 没有那些纤维 那些纤维 怎么吞这些东西出来 嗯 所以 我不管它怎么样 那些的 污染好 我都要一样吃菜 明知它的菠菜 营养已经是没什么了 我都要吃 不过 我又要吃为素兴 为什么 就是这样的原因 你怎么那么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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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谢谢人家 打牧 知道吗 杜花 知道吗 不知道 他会带你去 你不用怕 你那个理由